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期乡土一起去看丰收运动会上的趣味比赛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乡土 丰收是农民朋友最高兴的时候了 办一个和丰收相关的趣味运动会是庆祝丰收的非常好的方式 但是要想在丰收运动会上取胜 有一些技能还是需要掌握的 比如说浑水摸鱼 听着挺稀罕是吧 而且我跟您保证 很多项目是您在奥运赛场上看不到的 收获大比拼 你们两个姑娘就这样来比赛了 我们两个体力好 女汉子 女汉 女汉子 对自己有信心啊 有 非常有 既然能不能战胜她吗 我看 这究竟是什么比赛 有拎框的 有拿铲的 大家一窝蜂的 这又是跑向哪里 原来这里是四川省鹏州市小鱼洞镇的挖春笋比赛 这些选手可是来自二十个不同的乡镇 最先挖够二十根春笋并运回去的小组获得胜利 团队配合很重要 是怎么分工啊 我最要是付这些 有大的笋子 然后我就叫我的同伴们过来 然后 好大好大 好大 对啊 好大哦 你呢 拔 拔呀 就负责拔 他他一时一时翘不动我就拔 我负责 铲的是最费力气的 肯定嘛 你看脸这个额头上到时候都是汗哦 肯定嘛 几个年轻人虽然兴致高涨 分工明确 但他们这种方法是注定不能获胜的 为什么呢 那我们今天比赛的时候要采哪一种啊 一般就是离地面三寸左右就可以采了 三寸啊 就是这么高啊 对 并不是说是越大越好对吗 对对对 大了过后它就成竹子了嘛 原来挖的笋子要新鲜好吃才算数 找对了春笋 怎样挖才能更快呢 对着这个根部 这个角度一定要在25度左右挖 对着它的根部的时候 适当用力就出来了 一下就下来了 对 就这样 对了 这个是我弄的 这个怎么样啊 你这个敲的太嫩了 下面还有一截 就是有一截我没有敲出来 我把浪费掉了一段 浪费掉了 看来挖笋还真是个技术活 光是蛮力是不行的 第一次挖的人还真是要学一下的 小鱼洞阵有5000多亩笋用竹 每年产笋几万吨 当地老乡可都是挖笋的高手 专专业选手间的比赛自然异常激烈 大家都争分夺秒的拼命挖 挖够了20根 还要抱着春笋跑回去 这对一些上了年纪的阿姨来说 还是有些难度的 挖回来的笋子不但要够数 还有质量要求 这几位就是今天的获胜者 还有实实在在的奖金呢 还有十分钟呀 我们就要马上开始参加我们的稻田鱼比赛了 参加这次活动的呀 一共有20户家庭 现在他们都是在开始抽签了 我们也去 快去快去快去 这里是生平镇举办的桌稻田鱼比赛 每到端午节会有很多游客来这里品尝稻田鱼 还可以参与桌稻田鱼比赛 体验当地人的劳动 您是来自哪儿的呀奶奶 来自成都 你在成都来的呀 对对 这么过来参加这个吗 把裤腿挽起来 鞋子脱掉 就可以到泥里比赛了 两小时内拿组桌的鱼多 拿组获胜 踩在这个里面 对对对 来 踩一下吧 好凉啊 分下恭喜吗 你在中间桌 然后我们俩在两头 我帮你擀鱼 把他擀到中间 擀到中间 我捉一下就行了 小妹妹你记得拿鱼啊 小网 小网 好 开始了 开始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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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平镇位于尖江水系冲击山三角区 河渠纵横 地下水源很丰富 稻田养鱼的传统在这里已经流传了很多年 像这么大一片地里面 我们可以养多少条鱼啊 多少条鱼倒是没数过 但是呢 有三十多公斤至少 你们是按重量来说的 三十公斤算挺多的了 是呀 而且鱼本来又 这么多的鱼 编岛却一条也找不到 水里泥巴很多 只感觉脚底下痒痒的 还不能低估了这难度系数 要跟当地人学一学 慢慢摸 不要脱了 走得太快了 不要走得太快 因为鱼也是挺迷腻的 哦 我放下去的时候 一定要很轻很轻 但你感觉到有鱼的时候 然后两只手很快速的 然后把它捧住 捧住是这样捧吗 不不不 是这样 这样往中间 往中间 是这样扣住 对吧 扣住 轻轻地这样 在里边里边摸鱼 浑水摸鱼 哎 好像有一条哎 好像 哎 但是它落车按跑 跑得特别快 哎 哎 摸上好不容易才摸了一条 虽然这个鱼不是特别大 但是 但是 都特别灵活 在底下跑得 跑得特别快 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 一起参加比赛 大家玩起来 两个小时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好痒啊 哪个是您抓的呀 这两个 这两个 两个啊 对啊 三个人 你和谁啊 我去 续混组啊 他们没有来啊 来了 你啊 你现在是这个样子了 回事全是你啊 应该是你吧 应该是你啊 我看你是最多的 他也拿 抓了两桶 那你们觉得 你们两个觉得 你们两个谁会赢啊 他赢啊 他小朋友赢啊 他小朋友会赢啊 挖笋 捉稻田鱼 虽然也需要技术 但学一下也是可以试试的 而接下来这场比赛 需要的技巧 可就不是一时半会儿 能掌握的了 您能一下子 比划出70毫米 有多大吗 摘橘子谁都会 可是要摘这正正好好 70毫米的橘子 那可就不是什么人 都能做到的了 游客组的队员 仔细看着卡尺 想要记住 这70毫米究竟有多大 而这对于橘农来说 早就成为了一种劳动技能 那您能现在就帮我抓一个 就是70的橘子吗 70的 就这个 这个肯定是全70的 您没搞错啊 你有把握吗 对 这个这个差不多 不行 真是先看看 好好找一个 我一会儿要看看 您抓的到底准不准 这个就不去年 这个差不多 这有70 大姐您看看吗 这有70吗 有 有 有 好 那我们找个那个 我们刚才的卡尺啊 试一试 真好合适啊 这样就算是 正标准的70是吧 对啊 就天天踩橘子 这个一抓就能知道 它有多大了 是不是啊 好 谢谢您 谢谢 面对专业的橘农对手 毫无经验的游客队 明显吃亏 为了比赛公平 游客队再增加两人 现在是六人对四人 这种情况下 哪一队能获胜呢 准备 开始 据记载 石门人从捍卫时期 就开始把柑橘作为经济作物进行栽培 如今 柑橘已经成为石门人的主要经济收入 每年金秋十月 满山遍野 处处橘红 为了让游客体验橘农采摘的辛苦和丰收的喜悦 举办了这次比赛 看着这满树大大小小的柑橘 游客组的队员们早就忘记了之前认真记住的七十毫米到底有多大了 现在完全要凭猜和运气 最后只能以量取胜 先都摘回去 希望里面有合格大小的 游客队虽然人数上占优势 但明显是技不如人 然后拿游客队给看一下 大了 大了 好 现在也大了 火车部 游客总 和 吉隆总的 比赛呼声点是 吉隆总 运送大比拼 在三元镇到了柚子成熟的季节 满山遍野 房前屋后 道路两旁都是金黄色的红心柚 也会吸引很多禁不住诱惑的游客 当地幼农和游客正要进行一场柚子运动会 等会玩一下就是背柚子 背柚子 背柚子 随便都多吗 对 随便都 随便都 随便都快 分成四个组 分四个组 一个组 两个人 我可以请求场外援助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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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给你介绍一个 你跟我一组啊 你是一个人来的 我帮你拖我后腿啊 我帮你拖我后腿 那我们俩一组 很快参加比赛的四个组都确定好了 每个组都是两个人 男女各一人 一人装一人背 两分钟内 哪组运得多 哪组获胜 以前路还没有修到山里面来 柚子都是幼农们摘下来 一框框背下山的 游客们玩这个背柚子的游戏 也能体验一下 幼农的劳动生活 大家的竞争很激烈 还没到两分钟 柚子就都背到了指定的地点 这一局比赛 会是哪一队赢了呢 这是谁的最多啊 我感觉我们最多啊 感觉那边最少啊 那边最少 要数告诉我啊 我们组是八十 八十六 七十三 六十八 那就是第三组赢了 你们俩赢了 我们俩赢了 接下来要比默契程度 您看看 眼看着编导和他的搭档 已经落后了 他还有闲心去看 对手有没有违规 看样子这局比赛 他是又赢不了了 我们俩赢了 我们俩赢了 你看 就这样一步一步的 长着节奏了 第三个 加油 加油 两个人背靠背 夹住柚子 手不能碰 柚子不能掉 主要看默契程度 三元镇丰收的幼农玩得高兴 在远隔两千多公里的辽宁省朝阳县 小院里也是笑声认证 他们这是运什么呢 在朝阳县 一半以上的人家里 都有或大或小的枣林 大枣是很多人主要的经济收入 大枣丰收 枣农自然高兴 摘完枣 农闲时一群好玩的 就聚在了这个小院里 二人接力用勺盛着大枣赛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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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您最快 您给大家传授一下经验 对不起 传一下经验 传一下经验 您说 因为我是魔术师 所以整个玩意都是带魔术的 所以我这枣子 它不带掉的 咋长才不掉的 就是 这枣子就在这枣子 掉不了 我都没发现 您这 那你往他那船是怎么咋办呢 那你掉不了 拿手拿着枣子给他就完事了 你 你跟这枣子给他 你这两个赏两次赖 难怪你那么快呢 枣子的底 还有办法 这干嘛 别凭着它 你还不掉 还不哭 您这主意太多了 这肯定不留下 你脚和脚 你都哭了 他跌平呢 听了好大哥传授的经验 我们的编导也想试试 跟这大哥一组 他会变魔术肯定快 肯定快 肯定快 大家配合木器的 一杯 开始 走了 加油 加油 快点 大哥你快点 来我们要赢了 快快快 快快快 加油 你别挡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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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好大哥花招多 我们的编导还是输了 这枣太大了 一直掉 我刚刚听你们说要这么弄那么弄 但是一跑起来就不听喜欢了 这怎么一掉 你这又有什么花招了 你这花招太多了 一个接一个的 花样技能大比拼 曲界村位于广东省的东南部 盛产菠萝 这里的菠萝田被附近的人誉为菠萝的海 每到菠萝成熟的季节 只要有人来到村子里做客 当地人都会把自家种的菠萝 当成冰坑的回礼 还会邀请大家一起堆菠萝塔 一个对塔比赛 对手一个塔 然后书记人拿的时候 就从塔上一小时拿着就行 哦 这样子 对 每队六人将一筐菠萝堆成塔形 哪队先完成其塔不倒 哪队获胜 堆菠萝塔对于这里的农民来说 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每到菠萝收获的季节 当地人都会把菠萝分减等级 为了更好的码放 他们就把相同等级的 都堆成一堆堆的菠萝塔 菠萝塔堆得越高越大 就可以博得丰收富裕的好彩头 堆菠萝塔没有想象中的简单 如果不是经常和菠萝打交道 会觉得十分扎手 想快也快不起来 你能这里没有行 你对菠萝判怎么不走啊 我们的漂亮 比较平也比较大一点啊 也比漂亮 就是漂亮一点 比她的漂亮 你不是我的漂亮 你的漂亮 菠萝胖不漂亮啊 对啊 腰细的漂亮 哪有腰粗的漂亮的 大家速度差不多 而且都没倒 难分胜负 竟比起哪个更好看 最后裁判给出了更实际的评判标准 如果待会我们星星要拿早的话 肯定是我们拿得多 接下来这场比赛似乎更专业一些 在盛产竹子的广宁县 家庭劳作高手正在进行萧香鼓比赛 那个就是先赢的前三名 前三名我们都是有奖品的 奖品就是我们的大竹笋 每人讲一个 好 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 香鼓就是我们平时祭祀烧香时用的香的内心 手工萧香鼓难度很大 既要足够细又要保证头尾均匀 广宁县是竹子之乡 家家户户门前房后都有很多竹子 老乡们农闲时节又三三两两坐在一起萧香鼓 久而久之就练就了快速萧香鼓的本领 大卫王比拼 这个比赛的选手应该是最幸运的了 光看着就过瘾 单纯比谁吃得快太简单 这还有蒙上眼睛喂着吃的 这负责喂的选手可是干着急也不能吃啊 比赛选手每人面前摆上五斤黄灿灿的芒果果肉 三分钟的时间里吃得多的人获胜 不但需要超大的胃容量 还需要两个人的默契配合 负责吃的选手好像也不占什么便宜 吃得满脸都是 这位就是冠军 中午吃饭了吗 没有吃 中午没吃饭 早上吃饭了吗 早上吃点早点 吃了一网米线吃了十个包子 哇 那不少呢 从早上起来吃完了之后就开始准备 等着这个吃芒果了是吧 是的 年轻小伙子本来就胃口好食量大 可是接下来这场比赛的选手怎么都是老年人呢 爷爷你这牙口型啊 不是呀 我这牙 不是 万一把牙弄掉怎么办 没事 你把牙弄掉怎么办 你看看 爷爷您是老名君 等一下 你们这里面有假牙的吗 你这是假牙 假牙的 你这个牙口型吗 一下子把这个咬掉怎么办 我弄我了 就弄我了 弄我了 弄我了 您多大岁数了 十十九 十十九 您呢 八十六岁 八十六岁 人民解放军级三冶战争 八十六岁 八十六岁 不是牙口的好好的 好好的 抓手 当兵的就是不一样啊 军员就是不一样 当兵有允许 允许 没有允许 您呢 你九大岁数 八十四 八十四岁 书记 咱们是不是有点为难老人家呀 不为难 没有没有 他们比一年轻的还行 没有 不行 小轻的比哥哥他 万一啃完之后 其中一个牙掉了 这怎么办 要要 太过心了 好了 准备好了 好了 预备 开始 选手 选手吃的这瓜叫火银瓜 在清朝乾隆年间被列为敬奉皇室的贡品 难怪梅雅也能吃得这么香 看这几位大爷的精神头一点也不逊色于年轻人 这些老兵 即使到现在还有军人的作风 老当义壮 个个都这么勇猛 到底谁能获胜 还真不好说 今天是张家娃村为全村老人过节 从2008年开始 董美会每年农闲时都会为70岁以上的老人举行一场联欢会 难怪选手都是老大爷 这儿童族的选手们比起吃橘子来都不甘示弱 狼吞虎咸的一点也不像老年祖的淡定沉稳 破 suggestions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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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丰收运动会上 老乡们比一比谁的农活干得更好 谁家的果实更好吃 外来的游客还可以体验一下 当地人的劳动生活 大家这么比一比闹一闹 丰收的喜悦是越分享越浓郁 这个运动会的意义对他们而言 也不比奥运会差 如果您想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视网 农视网的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斗牛不用牛 跳绳不用绳 这是最棒的 老鹰水利猪小鸡 陀螺能用嘴来接 打不赢他 这个裁判这里 这里的比赛全是女选手 这组队员全是双胞胎 这些趣味比赛背后 又有怎样的故事传说 下期相土 一起去看少数民族的趣味比赛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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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